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天下星际 那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TBJ对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地图是绿色温室 出生在地图下方蓝色人组 是来自于SKT1战队的Gym 而出生在上方的是红色的重属选手 来自于冰豹战队的HELL 这场比赛是SSL第二赛季的一场小组赛 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的激烈 不能说是今天机轨车也能算是倾国倾城 看这边是先选择了一个农民探路 那应该是农民探路裸双 他怕对手去阴塔 最近我们也可以从比赛中看到 其实Gym的一个比赛 包括他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 他在SSL8进4的比赛中 是以3比2的比分是击败了 Life 世界第一重组Life 当然有很多玩家都觉得 暗本的那个Revitia才是世界第一 但是综合如果按照成绩来说的话 世界第一重组Life是当之无愧的 好 现在农民先搞一下 先农民搞一下 那黑暗这名选手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名选手在公布比赛非常活跃 他最近的比赛是2比0击败了 BB用2比0击败了Hike 然后还有2比0击败了Port 总体来说他的一个状态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从公布杯的比赛中就能够看出啊 他这个突军坦还有爆冰的这个基本功啊 我们现在已经叫他成为蟒夫 真的是有点蟒 开局方面 Gym这边选择的是死神开 然后他这个气况如果不停的话 死神应该不停序 应该三死神开局 黑暗是提数开啊 这个开局啊 还是挺针对死神开局的 其实关键还是看前期的 前期Gym的这个死人操作会怎么样啊 第一个死人已经过去了 Gym的操作啊 我们都知道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他喜欢善于用这种三死人开局 这种三死人开局对他来说是最适合他 前期因为他的操作好 然后利用自己的操作啊 去压制你去占一些小便宜 然后把优势啊慢慢扩大 好 先看黑暗的农民 最后最后的一秒钟啊 放下了防控 确保自己安全 狗出来 好 好 Gym还想绕一下 但是感觉如果你绕上去的话 会被人们包 就没有冒这个险啊 因为前期 三死神和两死神的这个差距啊 还是有点大的 你三死神的话 你就可以跟女皇去拼一枪了 第二个死神上来 女王出来之后 先耗你阴血 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人主玩家必须要学到 你要给对手足够大压力 就要不停的用自己现有的这个 超这个兵力啊 去给对手造成一定的麻烦 现在 Gym就各种的用两死神 各种再耗你血 反正死神是可以回血的 女王回血没有那么快 好 看来这个女王已经是 没有多少血了 三个死神 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女王秒掉 三个人骑射 好 先退一下 啊 女王秒死 看看 哎呀 全身而退 两个红血死神啊 其实前期啊 这个三死神的确是对于 从主来说非常难防守 只要你操作够好 只要人主操作够好 你就很难打 因为毕竟他是有绝对的一个主动性的 那其实前期你说死个死个女王嘛 其实 亏是亏了一些 但是你说亏到哪里去的话 我觉得也就这样了 君母等第二波火车出来 又要压制 这边君母也是做了个细节 他的一个死神是 往他的三框那边绕了一圈 为什么往三框那边绕一圈呢 是因为他怕对手 会在那边藏 藏那个提出狗 绕一圈的话 比较西安理得 第二波压制来了 两个死神 三个死神配上两个火车 其实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配四个火车的时候再出门压 两个火车的话火力有点不太足啊 好各种的在操作 被点被点掉一个死神 但是黑暗的女王啊也是没有多血了 很危险四个火车 四个火车加两个死神 继续的秒 看双方各种在操作啊 这个这个节骨眼上必须要操作 这口血加的非常关键啊 后面又是两个火车等待 隐形女王 这个女王应该是没有没有升级隐形的 运营上来说的话 坠目也没有落下 他在前期这样的一个不断的骚扰的过程中 各种在在补兵各种各种在给自己的一个经济啊 天油天上一个砝码 农民是没有停过 反观黑暗这边其实 而女妖被 被点射了一轮 被点射两轮啊 这女妖已经是基本上是残废了 虽然杀了一个女王 但是你这样一搞的话 这个女妖基本几乎是没有 就没有切入 主框或者是分框的这个能力的 只能去打正面 而且这个正面也要非常小心 好火车绕过来再看一下 没有什么机会 好了这样 这样子这样的一个骚扰啊 黑暗防的是滴水不漏 防得非常好 这波小狗绕出来 给自己 给自己减少些压力 好给你绕一圈 然后再回家 这样的话我家里就可能补一圈农民了 飞龙塔放下 这个打得非常聪明啊 这个也是广大从事玩家 是要学会的 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出一波狗故意让他看到 然后你绕出去 那这个时候其实 对于人主选手 他肯定有火车 肯定会去追你 追你这波狗的 这样的话 火前面火车一走 那你这边正面的话 就压力就很少了 军木还在各种利用火车女要控图 他不想让你的军坦扑得那么快 已经十分钟了 军木现在人口已经到九十了 因为他刚才死了一些 死了一些火车和死产 所以说 哦 被包了 刚好在这个军坦上被包了 女要还想救 女要会不会点 差一点 差一点 这波吃亏了 军木这波吃亏了 他想去烧 但没想到对手 这个军坦扑得刚刚好 跑的位置也不是非常好 两个人出门 这第一波应该要去空头 或者要去压了 这波狗 包在这边 是不是想去偷下三框呢 还是想变波独暴拼一下 应该是不会变独暴 这个时候其实他 这波钱啊 他是要 他是要全力的出飞龙的 11条飞龙 狗绕一圈看一下 哎 其实有机会啊 我觉得这波如果打的话 天上就有一个女妖 地宝 就算你地宝里面兵是全的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但黑昂选择了退手啊 他觉得他这波只是可能为了 让你的阻力不出门 让你虚晃一枪 自己的军坦扑的是非常好 两层运输机出去 这两层运输机被军坦看到了 看黑昂的反应 反应很快 狗已经在动了 飞龙也已经在动了 正面 正面聚母这波兵 他就是为了来清理军坦 好 等狗 哎 你过来了 就点你飞龙 对 点你飞龙 黑昂的飞龙被点得很伤 11条飞龙啊 到最后只有6条 就被点了5条 正面的军坦也是被清的七七八八 全部清完 好 正面这波兵可以回去了 这波交换下来啊 黑昂是在战争上吃了很大的亏啊 特别是飞龙 飞龙现在这个时间点 对于黑昂的意义啊 很重大 好 飞龙那些主基地 哎 军坦没有防守 军坦这个偷逼 他居然什么防空塔都没有 但是回防很快啊 看会不会再继续期啊 军坦在外面已经包了一个口袋的 就等你的飞龙出去 黑昂这边 走了一个军没有想到的路线 好 再继续期 二矿也没有防守啊 三矿有吗 三矿也没有 天哪 这波被 这波被黑昂的这个飞龙牵制的非常惨 虽然不是说杀了多少农民啊 只是这波没有出门 错过了一个非常好出门的一个时间 好 在这样的一个 那么快的节奏中啊 Gym还是抽了一船运输机啊 去空头 黑昂的主基地 黑昂的四矿 他想啊 他想把这个节奏给 绕回来 抢 把这个节奏抢回来 一船运输机啊 让黑昂所有的一个 飞龙啊 全部都是回家了 又在强点飞龙 好 正面出门 这波兵有点厚 我们看 Gym从哪个点 哪个口上走啊 从他上次跟 上次跟 那个 赖夫的比赛之后 我们可以看 他很喜欢 在这个四矿 这个小口上做文章 黑昂的兵很多 Gym这波要小心一点 而且在军坦上打 不一定 不一定打得过啊 看包操 已经分两边包了 直接我觉得要 满上去了 好 满上去 还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大家有些操作可能没看到 我是看得很清楚啊 这波 这波是 现在这波 这波 Gym是挡不住了 被打回去了 其实刚才 黑昂在冲的那一刹那 他是 他是直接拉了一些小狗 出去去引地雷的 这个操作不知道 大家也没看到 这个操作很精髓 好 这波打完之后 黑昂现在人口是领先了 但是我发现啊 就是 我发现 韩国重作也是有缺陷 你看在 不管是黑昂还是 还是Life啊 他们都在 这个四矿被打了一次 军场被打 打完一次的情况下之后 他们没有做出第二的一个 第二次的一个扑 这个是很很大的一个问题 待会可能 Gym就会抓着你这个 这个 那个 控裆啊 不停的给你 给你知道麻烦 好 赌报再滚一波 看有没有机会 Gym防得非常漂亮 四矿开下 他这个四矿应该变形要塞 他要 在这里啊 他在这里 要 要 镀造一个 要塞 他必须要在这边顶得住 他还要很聪明 还要是 你手四矿好 那我就去 打你的三矿 你三矿肯定是空虚的 这波打下来就要命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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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爆有点多啊 飞龙速软有点多 强秒 强秒基地 这个三矿基地 应该是要被点爆了 因为前面有很多的狗毒爆 进行一个防守啊 所以说 这个三矿没有办法救 已经杀了 十七个弄命 十八十九个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Jim啊 依然是 分出了一船运输机啊 去投了 Khan的这个四矿 投了一些地雷 虽然说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 如果坏了一个重组的话 可能 可能这个主动 主动性啊 就可能会被 会被 搬回来 我们可以看出 上一次 Kill和西瓜的比赛中 就是 全场又是 就是投了 这四个地雷 然后让西瓜节奏大乱 好 又是一船运输机 正面主力 右上这个小口 Khan这边 主力是 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 非常精妙的一个走位啊 斗转心 直接换家 这边不用管了 这边我也觉得不用管了 只要把 只要把 Jim的这个出兵点 给占住啊 基本上 Jim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好 看正面 操作非常漂亮 直接上去 组包全部炸了光头 但正面这个 这一波啊 是守不住了 出兵点子肯定被断 那么多的小狗和飞龙 虽然 Jim在 Khan的这个二矿 也在那边搞 但是感觉 后面补出来的 B应该是能够守住啊 那这场比赛的话 打到这个阶段 基本上 Jim是要输掉比赛了 Khan在暴兵上 的确是有点刚 真的有点刚 Jim正面就那么一点兵了 好 直接上去 觉得已经输掉比赛了 所以说打出了GG 那也是感谢大家 观看本次的一个天下星期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 大家拜拜